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血管堵塞80% 每天喝一杯它,血管通了,干净如婴儿 俗话说,人与血管同瘦,意思就是说血管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寿命 但随着年龄增长以及一些损害血管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吸烟 血管难免会逐渐老化,使得血管内膜变得不再光滑 于是血液中的杂质就会逐渐沉积在血管壁 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最后堵塞血管,造成器官的坏死 很多人对血管硬化,存在着认知误区 认为可以通过某些药物或者某些食物,能够软化血管 让血管重新恢复 年轻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就像水管老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到原谅样子 所以对于动脉中央硬化引发的心血管疾病 比如冠心病、脑梗塞 目前没有办法彻底根治 这些疾病都需要终身治疗 所以鼓吹的一些根治秘方都是骗人的 大家一定要有提前认知 以免走了弯路还被骗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种食物确实对血管是特别有利的 它就是石榴 西班牙加泰隆心血管科学研究所人员发现 实验动物在每天补充含200毫安的石榴补充剂之后 血管内皮受损、弹性等心脑血管疾病明显减轻 其心脏健康指标也有所改善 研究负责人也表示 石榴支是含有多分类物质 可以阻止或减缓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的功效 进而降低患动脉硬化和脑足中等疾病风险 早期研究还发现 适当饮用石榴支 有利于降低血压 减少体内应激激素水平 对血栓及高血脂患者 每天喝一杯石榴支 心脏血流状况可改善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如果是年过五十 血管就开始老化和硬化 不妨每天喝一杯石榴支 对于改善血管症状是特别有效果的 第二 中南山院士血管没有堵塞过 中南山院士表示 保养血管的秘诀有很多 最重要的秘诀之一就是经常运动 前面也提到了 造成动脉硬化 中央斑块的罪魁祸首 使血液中的坏血脂沉积在了血管壁 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运动有助于消耗血液中的血脂 加速坏血脂的排出 从而可以改善动脉中央硬化 第二种清淡饮食 血液中的杂质主要来自于日常饮食 如果想要改善动脉中央硬化 日常饮食要减少杂质摄入 比如说油炸食品 烧烤 甜品 以及动物内脏 这些高脂肪食物 就连猪肉牛肉 这些红肉 也要适当少吃 可以适当多吃蔬菜 水果 粗粮 以及各种豆类 吃肉 建议吃白肉 比如鱼虾鸡蛋 饮食要清淡 盐油要少放 每餐七八分饱 并且多喝水 可以防止血液变粘稠 三 改善不良生活习惯 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 会加重血管损坏 比如说抽烟 酗酒 熬夜 还有一个不良习惯 容易被大家忽略 那就是发脾气 研究发现 经常发脾气的人 患高血压 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概率 要高很多 所以容易发脾气的人 也要学会克制这个坏习惯 第四 积极治疗相关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高尿酸 等慢性疾病 是导致动脉中央硬化的 重要诱因 临床工作中 我们发现那些脑梗 心梗的人 十个人当中 大约有五六个 合并这些疾病 中南山院士也曾透露 他已经患有 二十多年的高血压 之所以会得冠心病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高血压 所以控制动脉硬化 治疗相关疾病 是重中之重 中南山院士 心梗发生在2004年 中南与山院士 一直对健康 疏欲管理 所以会在2004年 发生心梗 自从装了支架 中南山院士 就更加重视自己身体 对高血压 也是丝毫的不放松 如今17年过去了 保养的一直很好 在养护血管方面 网络上有很多传言 比如说 喝醋能软化血管 有些人认为 血管一老化 是因为血管钙化了 喝进体内的醋 可以让血液变酸性 从而把血里的钙融化出来 于是就有了喝醋 能软化血管的说法 这种说法 其实是不对的 存在两种错误 错误一 动脉周样硬化 并不是钙化 造成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主要物质 也不是钙 最主要的是血液中的坏血脂 特别是低密度质蛋白 胆固醇 这才是引起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 罪魁祸首 更何况 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最危险的并不是硬斑块 最危险的反而是软斑块 发生破裂的斑块 几乎都是软斑块 斑块要是钙化变硬了 反倒变安全了 错误二 血液中有很强大的稳定系统 让血液的酸碱度 pH值始终维持在7.35到7.45的范围 酸性食物吃进去 血液会有碱性物质来把它中和掉 碱性的食物吃进去 血液会有酸性物质来把它中和掉 所以无论吃什么食物 对血液的酸碱度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由此可见 喝醋根本就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相反喝醋太多 反而会损害胃粘膜 因为醋是酸性的 喝进去以后 首先腐蚀的是胃粘膜 所以建议不要空腹喝醋 第二种说法 吃洋葱能软化血管 洋葱含有前列腺素 研究人员将其提取出来 用到小白鼠的身上 发现小白鼠的血管 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 但这能说明吃洋葱就能软化血管吗 其实并不见得 动物实验有效 不一定在人身上有效 毕竟人和动物运转机制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更何况 洋葱中的前列腺素 含量是极少的 恐怕吃再多的洋葱 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前列腺素 吃多了 反而容易让人产生胃胀气 第三种说法 黑木耳能软化血管 研究也发现 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木耳多糖 动物实验中发现 这种物质能够起到降血脂作用 但还是那句话 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 并且动物实验中 给动物投放的木耳多糖 是经过提纯的 这个纯度比黑木耳中的含量 要高得多 所以即便吃再多的黑木耳 也难以达到有效的浓度 总之无论吃什么或者喝什么 都很难达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洋葱黑木耳这些食物 对健康确实有好处 也确实很适合 动脉中央硬化患者食用 但如果说他们能够软化血管 这就有点忽悠人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